据说呢 敲钟可以净化心灵 让时间暂停一下 人生如白居过西 不要只顾着赶路 而错过身边的美景 和你爱的人们 这就是平整院 好漂亮 我们现在出发去 Bjoduin 一个日本的神庙 去喂大鱼 在这儿问大家一个奇怪的问题 大家过隧道 有什么特别的动作没有 我女儿特别有意思 每次开车过这种隧道的时候呢 她就会一边用右手的食指顶着车顶 一边憋气 一边心里许愿 如果车子穿过了隧道 她那一口气憋住了 那么她心里许的愿望就能够实现 是不是特别小孩 她本来就是个小孩 今天没有跟我们出来 在房间里上课 我们这儿呢 是因为昨天刮台风下大雨的关系 所以山中雾气很重 我做了一些研究 我做了一些研究 它说Bjoduin是在这个地方 叫做The Valley of the Temples 是因为昂的 是平均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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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就有模型 他一直往河梅 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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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在城堂的城堂 我们可以看到大堂的城堂 很多下山的居民就长眠与词了 平等院就坐落于这片风水绝佳的青山绿水间 藏于云雾之中 真的是一片难得的纯净和清净 快听 我们这还没有进入平等院呢 就听到寺庙的钟声在青山翠骨中回荡了 门票五刀一张 不可以自带面包喂鱼 这里面有专门卖鱼神的地方 进入平等院呢 都要经过这座别致精巧的木桥 很多人在这里拍照留念 因为景色非常非常的美 这就是平等院 好漂亮 那个地方就是敲钟的地方 据说呢敲钟可以净化心灵 让时间暂停一下 人生如白居过西 不要只顾着赶路 而错过身边的美景 和你爱的人们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现在在的就是这个神庙谷的主要景点 叫做平等院 标斗印的日本寺庙 它是仿制日本宇治时期的一个建筑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钉子 然后它是在1968年建成的还有蚊子 然后是为了纪念夏威夷第一批登岛的移民 日本移民而建的 游客进入这个寺庙以后 像大家刚才看到的 不要敲一下钟 那么那个钟呢是有一米五高 然后有三吨钟 哈哈哈哈 原来这个池子里面 应该有好多好多的那个 Coyfish叫做 花了Coyfish的中文叫做锦里 然后因为最近我们这里有台风的影响 频繁的下雨 所以这个池子就变得非常的 mody 非常的浑浊 所以好像今天看不到 这个Coyfish yeah but it's really hard to get them they're settled down at the bottom of this little lake you know what honey it says that this temple without any nails it just used the you know yeah more than some punny yeah in chinese it's 孙毛结构 寺庙里面呢 除了传说中的鲤鱼 还有黑天鹅 据说这些黑天鹅是澳大利亚为寺庙送来的礼物 天鹅 寺庙 还有这幽幽的灵间物 是不是恍惚有种身在梦幻中的感觉 不过一低头 又被这些务实的鸟们拽回现实 人生在世 还是要不停觅食来支持我们蛋白质肉身的生命体重 才能看到更多的风景 嗯 劳逸结合吧 我们现在打算跟着这只黑天鹅 看看能不能跟着它 找到寺庙中传说中的鲤鱼们 我们可以在找鲤鱼的路上 从侧面再看看平等院这座寺庙的建筑 这个建筑的本身是表现极乐世界的凤凰堂 两个翅膀在两侧 就好像展开双翼的姿势 这个平等院就这么大 它其实就是一个日本庭院和一个池塘组成的 那么这个围绕主建筑的池塘也有说法 我们看到寺庙内的解说 说围绕寺庙的这个倒映池是中文汉字心的形状 日文的读法呢是心 代表的是非肉体的精神或者是灵魂 所以这个水池还被叫做心字池 我这也不能航拍 现在拍的这个呢估计就是心字中最大的那个笔画了吧 再说回来我们那只黑天鹅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coy fish 它果然带我们找到了一大群的鲤鱼 那鲤鱼的寿命呢能够达到上百年 所以被人们认为是爱、力量、毅力和长寿的象征 这黑天鹅除了带我们找到了鱼 还带我们找到了猫 这个平等院的鱼神也是多功能的 除了鱼能吃、天鹅能吃、还有很多散户小鸟也能吃 那个寺庙里的猫啊盯上的就是这些散户小鸟们了 你们自求多福吧 大部分来平等院的游客们呢来到这个寺庙基本上就要看三样宝物 刚才的圣钟还有刚才带大家参观的日式庭院 第三个宝物就是现在要带大家来看的这座金佛 金佛呢占据了平等院寺庙中堂的一半空间 端坐在金色的莲花之上 富看着鸢圆终生 所以我认为我们完成了 这里是挺漂亮的 这是非常美丽的地方 寓语冲冲山清水秀 据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也买在这里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了 我们要去吃饭 我还在搜索里面 可能这个信号不太好 我们在河湖之后 我找到这些五个人 哪个人要选择 2,300公里 不 请选择一个标准 Co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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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oa Market 好啦 就让导航仪和Mr.E慢慢去对话吧 我呢 想带大家看看夏威夷的壮丽山景 夏威夷到处都是七千多万年前就存在的火山 这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因为这些火山 夏威夷可以说是 深藏在海底几千英尺的火山群 大家看到的海面上的火山 仅是大火山的一部分而已 那现在 我就只看到眼前的这一小部分 就觉得自己已经很渺小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看山泪下的经历 我有过 20多岁 刚毕业 去了一趟云南旅游 被那里的大山吓哭了 也不是被吓到了 而是那时年轻鲁莽的我第一次感知到了 和自然相比 自己只不过是 茫茫宇宙中 人类时间长河里 一个再渺小不过的一粒 尘埃而已 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 和这些千万年形成的大山比起来 好像一点意义也没有 人类存在的目的 不就是机械的 复制下一代而已吗 我听过一个 宇宙万物同源论 大概是说 无论是物质还是意识 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个体 都是这个源头的碎片 也许我们的生命存在的意义 就在于生命的体验 灵性的成长 和回归到本源吧 每个生命都是向死而生的 我们的终点都一样 在自己消耗掉最后一坨蛋白质之前 领悟的越多 生命更加饱满 对其他还在延续的生命体 做些正面的影响 也许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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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